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生活在茫茫宇宙 银河系中的太阳系里面 我们的地球根本上就是围绕太阳运转的 太阳为我们地球上的生灵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能量 就如同在我们的星盘中 太阳代表了我们最根本的意志和能量来源 也代表了我们的父亲 自我的实现 自我追求等主动的阳性的能量 与此相对的是阴性的能量 也就是月亮 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 它只反射太阳的光芒 但是月亮却与我们息息相关 首先它是我们的卫星 天文上和地理上都直接证明 月亮可以影响地球潮汐的变化 因此月亮主宰我们的情绪 反应 记忆力等等 这些明面上看不见的 却对我们至关重要 很多情绪的疾病 例如抑郁症等 都可以在星盘上直接找到关联 月亮代表了母亲 养育等概念 相对于日月这一组成熟的男女形象 金火这一组是一组年轻的形象 它的符号也是国际通用的雌雄符号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金星火星对于我们的情爱的影响程度 金星代表了感情 爱情等 以及我们的审美态度和审美能力 而火星则代表了信誉 行动力 执行力等 直接和金星相对的东西 雌雄荷尔蒙的对撞是典型的金火能量 好了 复习完了上一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就要进入一些 相对无性别的行星了 分别是灵动的水星 幸运的木星和坚韧的土星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 天生的阴阳概念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 为了增强大家的记忆和学习兴趣 我结合西方神话一起这样描绘 大家有空的时候 也可以读一读《易经》相关的书籍 再深入了解一下阴阳本身的概念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本课的第一颗行星 水星的学习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曾经提到过爱马仕这个品牌的名称 其实本身就是水星的意思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水星又被称为商业之星 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颗行星吧 首先 天文上它的符号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它的符号只比金星多了一对小天线 水星的公转周期为88天 由于它的轨道小于地球 因此从地球上观测 它与太阳的间隔最多只有28度 我们在之前学习过 12星座等分一个圆周360度 每一个星座30度 这是永恒不变的 那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我们命盘上 水星与太阳的距离28度 小于30度 水星和太阳的距离就不会超过一个星座 打个比方 如果你的太阳落在金牛座 那么你的水星只可能落在金牛座本身 或者前后一个星座 前面一个就是白阳 后面一个就是双子 再举例 如果你的太阳落在水瓶座 你的水星只可能落在水瓶座本身 或者前面的摩羯 或者后面的双鱼 大家可以结合这个特征 对照自己的星盘研究下 例如 我自己的太阳落在摩羯 水星也落在摩羯 因此 在水星所主管的语言表达和知识课程输出上 我是典型的摩羯的严谨风格 从希腊神话的角度观察呢 由于从我们的角度上看 水星总是在太阳旁边跑前跑后 因此 在希腊罗马神话中 水星又被称为神使 水星在罗马神话中 被叫做莫丘利 英文是Mercury 也是现在英文中沿用的水星的称呼 在希腊神话中 被称为赫尔莫斯 英文是Hermers 也就是我们上文说到的爱马仕 他的形象 在西方很多博物馆 图书馆都有出现 一般来说是青铜 或者其他材质的雕像 他的形象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头戴着有翅膀的金帽子 脚下也长有翅膀 他甚至负责把亡灵引到闽河边 再有百度人百度到冥界 他的手上还有一个带翅膀的拳杖 这个拳杖颇有来历 传说赫尔莫斯在早晨诞生 中午发明了七弦小竖琴 而且偷了我们之前提到的 太阳神阿波罗的一群小母牛 太阳神大为光火 但是在去找他涮葬的时候呢 却看上了他的小竖琴 因此决定用牛群跟他交换 结果赫尔莫斯去放牛的时候 心灵手巧又做了一个目的 阿波罗看了又很想要 最后用自己放牛的金手杖 跟他交换 从此 这个带有翅膀的金手杖 一直伴随着赫尔莫斯 赫尔莫斯带翅膀的手杖 被广泛运用于水星所掌管的领域 如商业 邮政 使节等领域中 比如说 中国海关的官辉 就是由这个权杖 和一把代表国门的金钥匙组成的 我们国家虽然有自己的深远的文化 但是在国际事务上也做到了与国际接轨 用西方的标志来作为我们海关的标志 也许讲到这儿 大家也能更多的理解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占星知识无处不在 只是看你有没有发现它们而已 水星在占星学上的含义 也如同它的形象一样清晰 它是智力和口才的掌管者 也主宰穿越边界的行为 包括旅行 商业 贸易 沟通 通信等 所以大家回忆一下爱马仕的标志是不是一个小马车 包含了旅行和商业的双重含义 水星甚至会包括一些偷盗的行为 我们在上文提到过 水星的性别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 虽然它的形象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但是在占星系统中 水星是一个非常灵活多变的星体 可阴可阳 可咸可甜 它自身非常容易被染色 也就是说容易被别的星体所影响 基本上是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因此体现在水星的实际含义上 就会呈现出和商业以及偷盗有关 中国人一直都有无伤不坚的说法 其实也算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文化之间的巧合 这里还得着重讲一个概念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水逆 这个概念基本上现在已经被年轻人普及了 一旦自己发生什么不顺利的事情 都会用水逆来形容 甚至淘宝都出现了水逆褪散符咒和水逆褪散手机壳 但是其实逆行本身是一个天文概念 水星并没有真的逆行 只是在地球上观测时 会体现出跟太阳运行相对的倒退 我们的星盘中所有的星体 除了太阳月亮 其他星体都会有规律 有节奏的逆行 每一颗星都会逆行 只是各自影响的方面不一样 而水星一年逆行三次 每次大概一个月左右 可以说是逆行最频繁的行星了 与它相比 金星一年半才逆行一次 频率明显低得多 而且在过去的社会中 水星也是照样会逆行的 为什么人们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和反应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 这个概念近五年才被炒作了出来 其次也是因为 现代人对于通信 旅行 信息这方面的依赖越来越重 我们可以不吃饭 但是不能没有手机 也不能超过多少个小时不在线 不然所有的工作生活 仿佛都无法进行 这里我想到了沐昕先生的一首诗 过去的车 马 油 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而现在社会 信息时代的来临 这样的慢节奏和生活的情怀 真的很难寻觅了 所以水泥期间 大家尽量保护好自己的信息账号 安排好处心计划 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水泥对自身的影响 而水星主宰的两个星座 双子座和处女座 也非常灵活的体现了水星的两个侧面 双子座体现了水星的灵活多变 八面玲珑的特点 尤其其中是沟通 说话 信息的交换和传递等 而处女座却着重体现了信息处理的能力 也就是整理的能力 信息的传递 传书 依靠双子 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说话 而处女则是处理信息的后台 因此 有整理癖 分类癖 也是做秘书和图书馆里面的好材料 下面呢 我们要把土星和木星放在一起讲 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也是一组对比 土星和木星分别代表了 限制与扩张 悲观与乐观 拘谨与放松等一系列相对的概念 他们的希腊神话故事也是紧密相连的 因此 我们来看木星和土星的标志 木星的标志是一个十字形和一个星月形组成的 十字形代表了物质 星月代表了意识和精神 星月在十字之上 也就意味着意识超脱在物质之上 代表了一种乐观 积极的人生态度 也是意志对物质的超越 土星的标志是一个十字配合一个星月 位置刚好和木星相反 代表了一种悲观压抑的人生态度 意识被现实物质所左右 同时 这个星月带了一个把手 是一个镰刀的形状 这个镰刀 下文我们会提到 土星用这把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 同时也代表收割 天文上 木星是一个气体星球 大家如果看过今年的赫岁片 流浪地球就应该知道 最后 主人公们是通过点燃木星这颗气体星球 才得以拯救了我们的小地球 而非常巧合的一点是 今年是诸年 西方占星上 木星进入射手座 是木星妙望的位置 也就是木星特别好的位置 在这个时候 拍了一部跟木星相关的电影 刚好大卖 也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星星的力量 同时 木星也是行星中的巨人 直径是地球的11倍 它的公转周期是11.86年 这意味着 它大概花12年 走完12星座 一年一个星座 因此 中国古代称它为 碎星或者太碎 土星的体积仅次于木星 它拥有一个美丽的光环体系 公转周期为29.42年 因此 中国的古人说 三十而立 在我们三十岁的时候 我们的土星走完一圈 回到我们出生时 它所在的位置 由于土星代表责任 因此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就要挑起生活的担子了 木星和土星的故事 要从最早的天地初开开始 一片混沌中 大地女神该亚出现了 之后 她创生了与她同样高贵的 天空之神乌拉诺斯 也就是后面的天王星 他们一起生了很多孩子 但是乌拉诺斯不喜欢其中的一群孩子 就把他们锁在敏捷 盖亚为此十分生气 便做了一把镰刀 让其他孩子去攻击乌拉诺斯 孩子们不敢 只有年轻的泰坦巨神 克罗努斯 也就是土星 挺身而出 趁他睡觉的时候 用镰刀 将他去世 也就是阉割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克罗努斯成为了统治者之后 和同为泰坦巨神的妹妹结婚 生下了五个孩子 却因为惧怕他们也推翻自己 而生生把他们吞下肚里 于是 生到第六个孩子 宙斯的时候 他的母亲 偷偷地把他送到别处长大 后来 宙斯带领着兄弟姐妹 一起和父亲代表的泰坦巨神组激战 最终战胜了他们 泰坦巨神组自此战败 众神则拥护宙斯为王 并建立了奥林匹斯众神系统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西方众神系统 宙斯与两个兄弟分管世界 宙斯也就是木星 掌管天界 波赛东也就是海王星 掌管海洋 哈德斯也就是冥王星 掌管冥界 占星学上的含义 土星代表了时间 他吞掉了自己的孩子 象征时间所创造的 也可以同样对时间所吞没 所谋灭 听上去是不是就很悲观 土星也代表了限制 恐惧 悲观 以及老年 耽误 延迟 等含义 科罗努斯对待孩子 残忍 冷漠 也展示了土星自带的刻薄的事物 灾难 等含义 土星掌管 摩羯座 因此摩羯的严谨 对时间的苛刻性 正来源于此 土星还有结构 责任的意思 因此会特别的 要求严格 如果你有一个摩羯座的老板的话 那么千万要守时 同时要承担的工作压力也会非常大 但是压力转化之后呢 土星的老人不会让你白白付出 你一定会获得时间的礼物 因此 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镰刀的意象 同时还有收割收获的意思 只要能坚持到最后 就有收获 基本上是一个和时间对抗的持久战 摩羯座的典型人物毛爷爷 也有一篇著作 就是论持久战 顿时这些知识都可以得到串联了吧 土星运行周期长 基本上两年多才会换一个星座 因此更加重要的是土星所漏的公位 会使我们在那个公位所代表的事物上 有特别的畏惧感 同时也代表那个领域艰难的磨难 同时在土星有关联的行星 和所代表的星体上 也会有一种被限制的感觉 这种关联也叫做相位 我们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讲到 这里补充一点 古典占星中 土星同时掌管摩羯座和水瓶座 现代占星中 水瓶座则由天王星掌管 所以我们放在天王星的板块再说 而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宙斯 也就是木星 他作为众神之王 在神话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和土星相对 他代表着仁慈 公正 发展 法律 智慧等等 我们之前的众多星座故事 也都和宙斯有关 木星在占星学上的含义 更多的是倾向精神层面的 同时也代表了 由于物质富足 或者满足 而追求更高精神层面的感受 因此木星代表了哲学 意义的方面 观察一个人的木星 可以找到他所认为的人生意义所在 这种意义不同于太阳的动机和能量 而是一种自我精神上的满足 它让我们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提高 乐观而荣耀 同时也可以说 木星是占星所有星体中的第一大机星 同时 木星还代表了信念 这种信念包括一切的宗教表达和宗教行为 政治主张和世界观 因此 星盘当中木星种的人 非常喜欢以一种更高更远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国际化并不极限于某一种 某一处 某一个国家 某一个种族 包容性会相对比较强 基于这些 木星所落入的位置 会代表一种天然逾越的领域 由于木星一年换一个星座 同一年出生的人 基本上都拥有相同的木星星座 因此 木星和土星一样 它落入的宫位 以及产生关联的行星 则显得更为重要 木星在古典占星中 掌管着射手座和双鱼座 这两个星座 射手更多的追求是 精神的愉悦和高层次的共振 双鱼则是倾向于 精神世界的浪漫化 注意 现代占星中 双鱼由海王星掌管 我们会在海王星章节讲到 好了 这节课我们讲述了三个星体 分别是水星 木星和土星 这三个星体的共同特点是 没有像日月经火一样 有特别明显的性别特征 其中水星最为灵巧多变 主宰了双子座和处女座 木星是最大的星体 也是乐观积极愉快的代表 它可以揭示我们人生最高信念的追求 土星则木星刚好相反 代表了悲观紧张压力的 但是也是我们成长的好领域 任何一颗星体 都可以为你的人生增加积极的含义 好了 下节课我们将学习三王星 欢迎订阅 请来看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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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